新竹县有多元族群丰厚历史人文底蕴 文化局明年迎向30周年发表文化政策白皮书 以传承亮点国际永续为四大核心 超五大策略推动要让艺术归乡 推展社区参与实现文化科技智慧城的愿景 主管会报上县长杨文科秘书长李安瑜 和文化局长张宗耀 三人共同展示文化政策白皮书 新书正式发表 为了配合我们文化局成立30周年庆 我们明年会举办一些活动 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确立传承亮点 国际永续的核心价值理念 那我想文化局非常认真努力 对于文化政策的推动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计划 所以政策白皮书是我们整个推动文化的一个根据 新竹县蕴含多元族群 多样性文化 丰厚历史人文底蕴 文化局明年迎向30周年 首部文化政策白皮书写下阶段性里程碑 迈向2050文化永续愿景 白皮书以传承亮点国际永续为四大核心 朝五大策略方向来推动 其中促进社会凝聚力 要推展社区参与机制 让艺术归乡也要把表演带入校园和偏乡 文化工作是一棒接一棒的 那当然不能速成 但是就是要持续 那焦点的话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说办了一些活动 能够得到民众的一个肯定 跟愿意参与 所以可能就是能够聚焦 那国际的话也是希望说能够 因为文化不能自己自得其乐 希望说能够跟国际间多做一些交流 两任局长共同催生 白皮书为文化历程留下足迹 透过建构地方知识学 文化共融 指引永续未来方向 真正实现文化科技智慧成愿景 当然